现在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天热的时候要给家人多做一些汤 今天做的这道汤是开发店的一个朋友交给我的 他就是靠这道汤菜 在我们的小镇上买了一套房子 今天就把这个菜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 首先咱们先准备一颗白菜摘下几片叶子 先把菜叶和菜梗分开 把菜叶切成宽一点的片 菜梗切成丝 然后把几颗大蒜切成薄片 一个去了纸的青椒切成丝 红椒也切成丝 接下来再往碗中打入三个新鲜的笨鸡蛋 滴入两滴料酒去腥 然后把鸡蛋打散 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以后 起锅热油 当锅中的油温烧到六层热的时候 直接把鸡蛋倒入锅中 把鸡蛋炸熟炸至起泡 鸡蛋炸好之后捞出控油 把油捞出以后锅中留一部分的底油 先把蒜片倒入炒香 再倒入一勺的普通面粉 把面粉炒散炒香 在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要使用大火 用大火来炒的话 面粉就很容易被炒糊了 炒香以后直接倒入半壶的开水 煮了三分钟以后 再把里面的蒜片捞出 这样在喝汤的时候 口感会更好一些 接着再把准备好的白菜放入锅中 把炸好的鸡蛋也一起放入锅里面 用筷子稍微搅拌一下 让所有的食材都浸没在汤汁里面 煮了三分钟以后 再倒入一勺的盐和鸡精调味 最后放入青红椒丝 继续煮30秒钟 然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做好的烂糊白菜汤 汤汁润滑爽口 鲜香浓郁 白菜爽脆清甜 真的非常好吃 喝汤的时候 再撒上一些葱花就更加完美了 如果您喜欢视频的话 就收藏起来做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支持一下哟 谢谢大家